陆队 你 在忙吗 没有 我遇到点麻烦 地址 上车 跟你想这朋友也太酷了吧 他一直就这样 特警大队长 不酷 怎么这是败不分子 我们家陆队啊 我才会说话 他是不是一个卖了内润的人 我是做投资的 你和龟晓差距太大 不然有一种 跟你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的错觉 可是 我喜欢你的承担 喜欢你差不多 保护我 对不起 亲自你保卫国家 我繁荣经济 不是一个世界吗 上水那一会儿答应 永远不分手 你跑了 我也能追满你 陆队 你 还记得我是谁吗 记得 花城辉我的记得你 我会不会 地消灭 你 再检查一下 这个东西 是谁 你 我找到你 这次 我来回来 我来回来 要是来遇到她 你会怎么样 桂小 当初分手 要了我朋友 可后来想你 全都是你的好 桂小 还爱我吗 不着我 看起来 当然 是 被我 被我 被我被我 Double 被我那 就是被我 那手光 主 嗯 收工吧 收工吧 哎呀呀呀 啊拍不了了 拍不了了 拍不了了 我以为是打不了了 你看我们都开心了 導演我也拍不了了 他给我吓到了 我笑了 哈哈哈哈 对 如果要直接掉背景 这个车是不是可以靠前面了 这里你做皮股很难受 就是坐前面的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太广告了 坐上去 保持我一坐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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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可能真的如果没有在这个重逢的话 洛言成可能也就不结婚了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去 过完成自己的生活 这两个人有那么多年深厚的情感基础 再加上他们再次见面 两个人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都很领霸 说的话跟自己想的很多时候都是不一样的 怕了 没 怕什么 就来找我干什么 你不叫我 我也不会来 是 两个人重逢之后 遇过了所有的这一些猜测呀 对于对方的这种不安呢 和这种爱 然后也是浓缩成四个字 你還愛我嗎 直到那一刻 陸元晨其實相當於 突破這個窗戶制 就直接就問了 你還愛我嗎 我覺得這應該是 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之一 就是視而覆得吧 反而會大家很珍惜 非常的珍惜彼此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沒有變的 他們的愛 因為不是所有的錯過 都能迎來重逢 還可以愛得 比當初更濃烈的愛情 我覺得是現在 愛所有人都比較嚮往的一種 比較美好的愛情 我印象很深的一場是 我在家裡我跟龜曉 然後我對龜曉說了一句 現在就剩你跟陸晨了 我說你們兩個一定要堅持住 也是他的一種感慨吧 另一方面其實也是 自己的一種年少時的遺憾吧 海東這個人物本身 他對待感情沒有那麼認真 那後來認真了 可能可是一切都晚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哪有本店裡秦哥的人啊 秦哥 可能最放不下的也是 最開始的那段感情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從放不下到放得下 到坦然地面對 那我想可能就是一個夢吧 一個人如果就是把日子過好了 其實就不太會計較那麼多恩怨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要有很多人 我會在這兒 你會想看 你會想看